欣赏书画 聆听感悟 观赏变脸 中国文化艺术鉴赏以独特的魅力 在斯坦福大学展示着人文自然之精妙 11月21日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校园文化 艺术碰撞的中国文化鉴赏活动 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川级艺术家 教育家 油画家张金贵担任主讲嘉宾 东亚图书馆还邀请了好莱坞电影学院副院长 作家 演员 双语主持人彭南林 川剧变脸表演者王志斌 著名音韵书画艺术家吴慎教授的代表Peter Wang 等洛杉矶著名媒体 电影界 文艺界人士 斯坦福大学和当地对中国文化艺术感兴趣的师生 和各界人士参与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主持人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博士张燕硕 介绍了张金贵和他具有民族特色主题的油画展 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川级艺术家 教育家 画家张金贵先生 三十多年来在古老神秘的藏腔地区 所谓的民族走廊中行走 常年深入少数民族区域 用画笔记录下了中国多民族交汇地带 丰富的文明悠久的历史和现代社会中 具有独特生存面貌的民族文化遗产 张金贵讲述了深入藏腔地区写生 体验生活的感悟 介绍了自己用西方油画表现当地民居建筑 和人们风景的作品 来自洛杉矶的作家画家彭南林 与张金贵共同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 彭南林带去的四幅国画 和刊登有画作的天下华人杂志 编转的英汉人类学词典 倡议编辑出版的作家传记 和主编的作家之家 与道场的师生和观众分享 两人还互换画册作为纪念 著名音韵书画艺术家吴顺的代表 Peter Wang上台展示了吴顺教授的书法道 并解释了道所包含的深刻含义 在音乐声中 川剧变脸表演者王志斌 批挂上阵 以娴熟的技艺展示了中国传统 川剧表演艺术中的艺术瑰宝 川剧变脸的神奇与精彩 掀起了活动现场的高潮 用西方的表现的技能技法技巧 这样结合 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点 一个点就内部去寻找 比方我的话就是 力图枪除战除 他们比较薰省的 他们比较习惯的审美 同时呢 它又具有西方表现的这些元素 这些元素把它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去寻找 而不仅仅从一般的表象上的 从文化深层次去体验 这就是我长期深入 去研究传承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一个动机 华夏电视台记者 斯坦福大学采访报道